807号,他想要给你请教一下 在哪里头,他说 他的福山花木质化是得了什么白 要如何治疗到以后 木质化啦 木质化,福山花有个木质化 他有加一篇 他有附了一个图片 嗯,这应该不是叫做木质化 这应该是一种疫病 大致上看起来 在床的位置,然后有一圈 这种东西,这应该是 这个 类似像这种疫病 还是像这个 如果有破皮 尤其以前有瘤痕下的 算微管素 因为肚水还是怎样 所作成的这个问题 所以 这你可以 因为你说是疫病 还是这个床腹病 这种东西很难去 很难去直接 很直接的判断 就是说 简单说就是说 你要是要很直接的这个判断 就是要上研 很简单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现在用一段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加一块 用这个担保刀放起来 然后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最好就是说用一个保温 我们不要说太多烤 这个东西 驾到这个改良厂 这有可能 就会可以自己做一个 做一个检测 一般我们这种 可能就是驾到 药物读物试验所 有的人说药物读物试验所 这可能 如果药物读物试验所 其实他们对病害 对病害的检测 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水準 这是一个 还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研究单位 可以让他们去做检测 其实也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像 台中庁 高雄庁 台南庁 这附近这些街中庁 他们本身都有一个 做植物保护 然后做植物保护 他们就有办法去做一个 这个被病理的这种 这个检测 就可以做一个了解 我是觉得说 最简单的是说 我们自己还是说 我都没有在那里 可能在这方面来说 因为他很容易 这个堵水 他的疫病跟根腐病 所以像我自己 因为我们一个老师 很爱 他很教他这种东西 主建庸老师 他很爱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的身世 就在他们的阻里面那些 所以以前 他在做这个检测 时有一些东西 我们就会去盗装 他也很爱这种东西 这个厅厅很大 它很有趣 它的发型发色 这是最大的学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它很容易嫁接 你如果说在练练练练练练练 你用这个来练 很有成就感的 稍微接一下 一张里面 用四种不同的灰 要把它接四威 他现在开灰的时候 他就叩咬了 轻轻一点 你的家那一张不是红的 过来一张 那还会变红的 这是不是很有成就感的 有时候很好玩 所以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去做 朱老師他做很多扶桑花 這種東西可能沒人幫他做盆花的材質 他幫他做一個盆花 在西方國家已經有很多 原產是熱帶地區的花費 但是歐美因為他有一個盆栽特性 你把他矮花之後他也很容易開花 開出來的花很大 這個就容易分出那個圓很漂亮 所以就比較容易有這個 我們好朋友這個問題 這應該是比較看起來 因為這個 福山這種東西 這在熱帶地區的一個熱帶 熱帶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基本上來說 如果是在熱帶這個東西 就是說他都要很重量 但是通常他們會很怕這個 泡到水 因為人家那種所在都下水比較好 很耐水的這沒多 所以就像我們看到 這些問題都是 都是這種可能都是去堵住水 可以 你如果說要稍微注意 這個水分的一個管理 你如果說稍微沒水就很容易落油 所以我們很多人可能在症的時候 很容易去知道 這不可以沒水 沒水他就落油 但是他如果是水太多的時候 在看人家就有肥美病 如果是熱帶這個疫病 疫病跟健康病就很容易來發生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我個人是因為說 如果是我們聽著朋友看 在我的看法 這應該大概就是這一類的問題 但是肥腐病就是疫病 好幾乎 這類的東西我們在用的 大概都是用一樣的 我們用一樣的東西來做出力 就可以了 用這個壓托民 還是說更加感受的人 用這個壓托民 跟這個美大樂 這個大概是 這樣就算已經是 非常完整的一個應用法 起來疫病 跟他就有辦法控制好使用 這不用用太多 就是說你大概就是6000倍左右 你給他用一輯 如果是就好 因為最主要都是怕堵住水 我們一般我們在種的時候 在我們台灣 大概我們突然的這個問題 如果是那個肌骨裡面 我們有一個這樣操打操打 這種人一隻蝦子 就是說在肌骨館上面的 這個大概都是 大概都是這種的 所謂一種 精膚病的一個 真菌性的一個病害 高溫多餘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來改這個發生 一般你最小看 他的皮是會這樣 嚼嚼 還有那個色 他皮下組織就要操打操打 他變成這個蝦蛇 還來會搭去 有時候會漫漫 這個蝦子會慢慢補分 所以這可以稍微用一下這樣 我是覺得說這很簡單的 種這個釘子花 這符桑花 你若是一支雅脫民就差不多共同地了 大概 因為他就操生 他蝦子會頂點 如果比較金蝦比較沒有這個蝦子會頂點 會操生 操生的時候你用這個雅脫民也可以 這個疫病 根腫病 雅脫民也可以 再用這個 大概差不多就都頂 頭幾位差不多都這個東西 可以幫他顧好 所以這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 但是這個最簡單 當然 最簡單就是說 排水啦 你如果是種在盆子 你一定要把他規管 規給他下水 水下的你不用擔心 就說不要讓他堵掉 但是你下水下的你 一定要注意水分 這個補充水分 水分如果不夠 他表現出來 這個就很容易掉下去 那火也開不漂亮 還有一個就是開不大力 這是我們 這個種這種釘子花最大的性質感 這很多人說 我阿婆 你這個釘子花太大力 我們會不會太大力 這補充水分 控制剛好的時候 一樣一個瓶頸 它的火的表現就很漂亮 這有時候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就 當然有的人說 那個東西很好種 對啦 但是一個好種的東西 要把它種好 也需要用心 人和的東西都是我們的經營 這讓你稍微做一些參考 你如果在這方面 你應該先出理解的 沒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我們繼續來跟他做討論